姑娘姑娘,我胎胃不正,怎算好啊? 大家好,又是我關領事跟大家分享知識的時間 如果你們有胎胃不正的問題,相信你們都非常想問 為什麼我會有胎胃不正的? 其實有一部分的胎胃不正媽媽是沒辦法等到原因的 而找到原因,大概可以分為三方面 一,是胎兒異常 二,是母體異常 三,就會是懷孕時出現的一些狀況 核胎兒異常這一方面,早產應該是最常見會引致胎胃不正的原因 有看過我上一次影片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在華人早,中期,其實BB都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在子宮入面游來游去 一般都要起碼去到32周打後才開始轉正他們的位置 本句話說,其實,超早產出生的BB,例如二十幾周族出生的BB 有胎胃不正的問題,機會相當之高 另外,有比較罕見的胎兒異常問題 例如毛腦症,水腦症等等,都會導致胎胃不正 而在母體異常這一方面,最常見的應該就是子宮肌瘤了 如果子宮肌瘤的位置,是在子宮的下方 會阻擋了陰道出口的位置 就會令到BB的頭沒辦法進入骨盤 另外,也有一些罕見少少的情況就是子宮肌瘤 這張圖有兩個常見少少的子宮肌瘤例子 有很多人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肌瘤的 直到去華人的時候才會知道 而這些狀況都會令到BB難一些轉身 產生胎胃不正的問題 最後在華人時的一些狀況都會引致到胎胃不正 例如羊咀過多,羊咀過少,胎盤前置,多胎陰塵 即是我們常見的雙胞胎 甚至一些有生過BB的媽媽 都有可能會因為子宮鬆弛的關係 而導致胎胃不正 那你有可能會問,胎胃不正那又怎樣 改不轉我也沒辦法 其實胎胃不正的危機 正正就會出現在作產的時候 當胎胃不正的媽媽穿水的時候 有可能遲帶會隨著羊水掉出來 造成了遲帶脫水的狀況 由於遲帶受到壓迫 也沒有辦法供應給BB 沒有適當的處理的話 BB是很有可能胎死腹中的 姑娘姑娘,我胎胃不正怎麼算好啊? 不用擔心 如果醫生在華人後期發現你是胎胃不正的話 就要跟你商量一下分辨的方法 因為除了某一部分的屯位是可能可以做順產之外 大部分情況之下都是比較適合開刀 又或者情況適合的話 專業的婦產科醫生是可以在足月之後 幫你進行體外頭位轉移術 簡單就是把BB轉回一個對的位 但這個方法有一定的風險 有可能在進行的過程需要做緊急手術的 另外一個比較簡單自己可以做到的調整方法 叫實空我識 其實上面已經教了大家怎樣做 它主要是利用地生級病毒 BB可以轉回一個位 幫我選繼續做的時候 要留意胎胎胎 還有會不會有任何作產情況 做之前最好都是問一問你 負責科醫生是否適合做這個動作 而中醫分辨也都有人利用艾胎胎的方法 在圖裏面這份致因緣去進行一些治療 幫助胎胎編分審 不過記得不要自己亂來 有需要就請教你的中醫師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有興趣就follow我的page